我想問你做了堪如學家多久 真真正正來說是01、02的時候 第一次收錢看風水 但當時一年可能只有兩宗三宗 純粹是爸爸的客人帶過來 做了電視節目之後就越來越紅 從07年開始真真正正以這個為職業 現在你做這一行 其實最難的是甚麼 是否找客還是照顧客還是怎樣 開頭來說最難應該是令到新客人相信你 因為我們這行業很有趣 剛開始我們的價錢收到很便宜 那些人又不相信 那些人又不相信 看回到差不多一刻才覺得 很有趣 你收到很貴 傻的嗎 你有甚麼知名度 學人收這個價錢 這個位置就是有點尷尬 有一個平衡 平衡是難找的 最開始的時候真的又沒有客人 然後就要譬如說 因為我比其他人都幸運 因為我爸爸做這行業 但不好的就是因為 那個是我爸爸 會直接去比較 那你有東西賺了 就有東西會失去 我覺得很公平 那你自己的心態如何去平衡 但我想問師傅 做風水或懸學有沒有行規 做得師傅 千萬不要做 譬如做醫生的行規是否有甚麼 不可以跟病人談戀愛的 或者這些 別人怎樣做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行業沒有法例規定 所以沒有特別寫和禁據 可能每個門派都會有不同 我爸爸有一個很特別的禁忌 他從來幫人算命 不會說未來哪個兒子 是旺你 或者不旺你 或者會繼承 為什麼呢 對呀 你爸爸看很多富豪 為什麼呢 是否會反面 或者對一個兒子會好一點 還是另外不好 是否等兒子來看才說 開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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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比較想得試賄 對呀 你那時候比較想得試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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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你這樣的想法 對呀 真的 因為我爸爸曾經試過 他曾經試過有一個客人 他有兩個兒子 一大兒子和一小兒子 大兒子比較乖 那份人也比較好 二兒子比較聰明 喜歡比較古惑 然後我爸爸看完爸爸的八字 就說 好像大兒子不太旺利 二兒子比較旺利 那兒子類似半打入冷宮 而被小兒子 那怎麼辦呢 就因為這件事 他覺得害了 不舒服 這個很好的男生 和很謙卑的一個男生 由那天開始我爸爸說過 陰寒你算命 給多少錢都好 我是不會回答你 誰特別旺我 誰特別欺負我 對不起 給多少錢 他不想再害人 因為都是一個積福的一件事 那不要緊 兒子不說 老婆說不說 我父母有幾個老婆 一二三四五六 老婆說得 老婆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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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爸爸沒有跟我說 說你的話題 因為可能他老一輩那些 或者他不跟我說 別人的校友有幾個老婆 但我自己這方面 是百無禁忌 是的 有沒有一些客人有趣 譬如拿照片 你看看就有錢有錢 這個女朋友行不行 我試試娶她 你這些很少言科 真的很多這些 誇張一點的還有 我聽好想聽 外觀簡直是 給我們面相 八字 給我們看之後 我說這個也做你女朋友可以的 這樣 有沒有什麼不好 問我 我說 我說有 我說她八字裡面 火是OK的 不過雜首而不是很夠 行 我逼她改名 是的 那個客人 今年已經是70歲 已經是70歲了 已經是 那個新女朋友 已經是45歲了 是的 即是40多年 突然 要改名 就是因為我現在喜歡你 我現在想跟你在一起 不過後年在一起嗎 不知道 總之今年我覺得跟你在一起 就是要你改名 改名 改好護照 改好身分證 哦 本身叫做水明熙 然後變成嚴明熙 很多個三個個 不關嚴熙事 這樣就做了類似 類似那些 就逼她改 這樣他改不改 那他改不改 當然改啦 當然是富豪 當然不改啦 那個富豪腰望 如果有富豪 那叫我 我拿起我媽媽跟她一起改 我英文名叫做FIRE FIRE 不是我帶起媽媽 帶起姐姐去改 是的